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大家好 有两个星期已经没有出片 今天希望用快点的时间 想跟大家说一些关于 大家现在眼前看到的一只标 大家見到這支手錶是卡地亞手錶 在未介紹這支手錶前 我想指出一般朋友 如果你們在找大三針的降錶 例如喜歡有Sweet Second 還有有日力槍的降錶 例如有很多朋友喜歡做 可能他們都會考慮 Date Just 他的366mm Date Just有Date 現在說他的建議零售價 在賣5萬多港元 但當然很多朋友 應該沒甚麼機會用到這個價錢 正價去買到 可能要付炒價 如果錶的炒價也要炒到 即是倍數兩倍或以上 所以真的買一隻 如果大家想找一隻低的 Date Just的降錶 大三針有力槍 可能要付幾倍原價的價錢去買 究竟是否值得呢 當然留給你們自己去決定 我覺得為何我會介紹這隻卡地亞給大家 最主要的問題是其他很多瑞士品牌 例如Low 或者Omega Equitair 它的降錶 大三針是普通的 可能價錢已經很高 我又覺得這隻卡地亞的Santos 這個系列的錶 以它的價錢買回來 它能給你的東西 我覺得絕對不會讓你去買一隻 Rolex的Date Just 會輸蝕 為甚麼呢 因為首先我覺得卡地亞的品牌 一點都不需要大家 或者我會說太多 卡地亞這個品牌 就是一個做珠寶 還有它有做手錶 它們的設計基本上 都是很有它獨樹一格的風格 Santos這個系列 其中一個系列 是很多朋友都會認識 如果Santos系列來說 大家可能看到很多Santos系列 都是一些正方形的標學設計 或者一些八角形 這是一個圓形 這是他們Santos裡面的 叫Rone的系列 Rone就是R-O-N-D-E 其實代表一個圓形的意思 這隻錶 它整隻錶都是一隻不守鋼的錶 錶殼的尺寸是33mm 33mm可能大家聽完後 會覺得好像很細小 但因為它是一個 集合的形式設計 一體式的設計 以及它的錶椅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錶耳 它的錶位是做得比較修長 所以其實戴上手 這隻錶 我給大家看看 戴上手的時候 其實雖然說 它的直徑是33mm 但其實戴上手 它的感覺是一個35mm的尺寸 絕對是很符合現在流行一些 比較小的錶尺寸 可能35-36mm那些 K-Size的手錶的潮流 這隻錶在90年代左右 這隻錶在90年代左右出現 所以這隻錶到現在為止 也有二十多年的歷史 所以我整隻錶 我會覺得它很有 那種 semi-vintage 的感覺 亦它的設計 是很有獨特的風格 和它是很時尚 所以整隻錶 正如所說 那個vintage 那種vibe 那種感覺也很出現 所以幾件事合在一起 我覺得整隻錶都很棒 那Santos 裏面來說 它最經典的一個 在外圈上有八粒螺絲的設計 在這裏都會看到 你見到其實 它的外圈上 也有八粒螺絲在 它的錶 crown 是一個八角形的設計 亦都有它很有代表性的那顆 寶石在這裏 這顆藍寶石 也都放在錶框上面 那這個grab 其實你令那個grab 其實是它的八角形設計 我覺得令上手的整個crime 是很容易的 那個grab 即是那個 那個觸控感是十分之好 那錶面就是一個很簡單的錶面 就是一個白色的錶面 那就是用它這個Santos 系列裏面 一個很 很優秀的一個羅馬數字的時間標籤 那它那三支時分針 就是一個 用了藍色鋼做的一個時分針 可能在某些光的角度 大家看下去 它像黑色 但是其實 我不知道有沒有機會 給大家看到一個角度 如果這個角度大家看一看 其實它是一個深藍色的針 我想在一些日光的外面看的時候 可能會看得很清楚 它是一個深藍色鋼的一個時分針 它當然也有它那個signature siquit signature 就是在這個10點 那個羅馬數字十字上面 在這裏就會見到一個siquit signature 就是卡地亞黑了上面 那個錶帶也是我很欣賞這隻錶的地方 大家看到其實錶的厚度 其實是一隻很薄的錶 它的錶帶 脫位這裡應該大約18mm左右 它是由上錶脫位慢慢收窄到扣的位置 它的錶帶也是一個很獨特的設計 大家看到每條連結 它也看到它上面也有兩顆螺絲的物體 但其實大家也不要以為 是令這些螺絲有甚麼會令到 其實這些螺絲是令不到的 我想它純粹是擺上去做一個裝飾的作用 真正如果大家要調整連結的時候 它就會在這個邊位 大家看到其實它有一些小的螺絲 只要用一個小螺絲批 你令一顆螺絲出來的時候 你就可以推出這個連結出來 這個錶扣蓋底是一個卡地亞的標誌 外圈是一個拋光打磨 其他錶殼錶帶大家看到 都做得一個很漂亮的拉絲打磨 整天錶的工藝感做出來 都是很工整 總之一看下去就覺得整個感覺是很漂亮的 它是看上去又不會覺得它是老土 但你又會看到它有一種很有時尚的感覺 雖然這隻錶是九六年代的產物 九十年代的產物 這隻錶應該是九六年代的 應該是推出的 其實戴上手多次給大家看看 整隻錶大家看到 它戴上手是真的很舒服的 它的帶子、錶殼、釀東西 其實是很貼手的 這隻錶其實我告訴大家 就是你們可以去留意一下 因為如果說一隻好 這隻錶其實我想大約在二手市場看到 因為其實卡地亞都沒有再做這隻類型的錶 它如果在二手市場來說都會找到 價錢應該大約 二千五百至三千五百美元左右 我就很幸運 找到這隻的情況 整隻情況我都覺得真的很棒 雖然是九六年的錶 但整隻錶的情況都是做得很好 我覺得這一個可以大家去考慮一下 如果想找一些普通的鋼 大三針 有日力槍的一些瑞士品牌的錶 這隻大家不妨去留意考慮一下 我覺得絕對是 無論說它的品牌 整隻錶的設計 因為我都覺得是比 可能一般大家會追捧的 是勞力士的Dayjust 就算你可以說 Omega的Timer那種類型的錶 我覺得這隻錶 當然在二手市場找到 價錢來說 如果你說二千五元美金 至三千五百美元左右 我覺得這絕對可以 給大家另外一個考慮的選擇 希望今天大家都會喜歡我的分享 如果大家有甚麼留言 就在我這條片裏面 留下你們的意見 希望大家終於有我這次的分享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頻道 還未訂閱 請訂閱 亦亦留言 分享 把我的影片出去 今天的介紹就此為止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